大家好 欢迎回到咱们这个闲聊天的节目 今天呢 咱们接着聊五湖乱华中的成汉 上回书啊 咱们正说到 刘明帅李特带领着大量的刘明攻打成都 把这一周四十罗上啊 逼得 归缩在成都的大城里不敢出来 但是呢 最后关键时刻 李特中了对方的炸香剂 结果自己荡场被杀 这李特一死 刘明没了刘明帅 这乱套了 咱们前面说过啊 李特他们最早起兵是三兄弟 李特 李祥 李刘 这时候呢 李特 李祥都不在了 剩这李刘呢 水平一半 李刘这时候啊 觉得要不咱们就投降得了 没准还能争取个宽大处理 他这软了 有硬气了 李特的儿子叫李雄 这位站出来说坚决不行 啊 叔叔咱不能投降 当初我爹就想带着咱们 能为官军所用 人家瞧不上咱 拿咱们当眼中钉肉中刺 想除掉我们 现在好 咱都打了败仗了才过去 哪不是上赶着被杀吗 所以要跟冠军死磕到底 李雄呢 带领着人马 在公元303年的6月 占据了皮城 皮城在哪呢 打不看这地图啊 离成都特别近 就是今天成都市的皮都区 你从地图上要量 直线距离估计也就20多公里 很近 紧接着呢 在这一年9月 李刘病逝了 这一下 这李雄成为了 刘敏里边绝对异异的老大 于是李雄自称为 大都督大将军领异周末 你看那时候 凡是想割据四川的 都自称这称号 从最早的赵新 到后来的李特 再到现在的李雄 都自称大都督大将军领异周末 您领益周末 益周不在您手里啊 所以要加紧进攻成都 怎么攻打呢 李雄说啊 咱们以笔之道 还师笔身 当初我爹不是中了 他们的炸香剂吗 咱给他也来个炸香剂 让自己的部将叫蒲泰 前往去投降 跟城里边联络 找着益周刺史罗上 就说我呀 我觉得这帮流民 就是一帮乌合之众 现在李特都死了 他们更不行了 所以我要投降 投降我得立功啊 咱们立功呢 咱们约好时间 早一天晚上 您安排人来进攻 我这儿呢做内应 咱们里应外合 就跟当初干掉李特一样 咱再把这李雄也干掉 这罗上呢 果然中计了 约好了时间 派了自己的部将魁伯 前往进攻皮城 到那儿就让人给抓住了 那是啊 早就张好了口袋 就等着你来钻呢 把这帮人抓了俘虏 把衣服都剥下来 给自己人换上 这李雄啊 命令自己的叔叔李湘 带着这帮人 乔装打扮成冠军模样 连夜再赶回成都 这离着近吗 到了成都城下 冲了 城楼上喊话 我们打胜回来了 攻下了皮城 捉拿住了李雄 现在回城报捷 这晚上城上的守军 也看不太真了 手足不知有诈 于是开门纳入 放他们进城 这一进来 李湘杀死守军 占据了成都的少城 你看吧 这一周四史 罗上啊 又被困到大城里了 这形势呢 跟当初李特围攻这大城的时候 几乎是一模一样 李雄说啊 当初我爹 就是围困这大城 时间太长了 出了变化 所以这回我得速战速决 那你怎么速战速决 李雄又想了一招 还派叔叔李湘 攻占了钱维 钱维在哪儿 当时看地图在这儿 在四川的南边 今天归乐山市馆 这钱维这边 这是大江 长江重要的支流民江 民江这边呢 这是大都河 从乐山那儿注入民江 这地方河流纵横 水运发达 这成都城的粮草啊 就靠这水运接近 你把这儿一战 成都城断粮了 于是呢 上军大内 再压上李雄 这时候故意的加紧攻城 果然城中军心崩溃了 最早崩溃的 就是这罗尚自己 罗尚啊 命令衙门罗特 固守 上尾城夜盾 让罗特你在这儿 筋手诚实 然后呢 他自己偷偷摸摸 打开城门 趁夜逃跑了 这罗特一看 您这儿遛傻小子呢 这啊 我玩命死守 争取时间 你好跑路 我怎么那么实在 前脚这罗尚一跑 后脚 罗特大开城门 迎接李雄进城 于是呢 李雄正式攻占了成都 等转过年来 在公元304年 李雄正式自称为成都王 李年号为建兴 这建兴是什么年号 是当初刘备他儿子刘善的年号 用刘善的年号 也是证明自己是属汉的延续 等再过两年 建兴三年的时候 李雄正式成帝了 李国号为大成 为啥大成啊 自己不是成都王吗 国号是大成 这成汉的成就这么来的 你看咱聊了三集了吧 总算是把名字给聊出来了 这李雄啊 是一代雄主啊 带领着部队 一直在开疆拓土 先占据整个四川 再往西南进攻 一直到二十多年后 公元333年 李雄供下了南中 南中在哪儿 今天云南贵州那一带 于是那是成汉的版图 大叔看变成了现在这样 这绿色这一片 那大叔看那地图跟什么像呢 还跟三国挺像 魏蜀 这时候呢 北边是后赵 后赵就是十乐十虎 十尊十剑 那一堆 后面咱会详细讲 东边呢是东径 这边就是成汉 确实挺像当时蜀汉那版图 像什么时候的蜀汉呢 诸葛亮攻下南中 七秦梦获 那时候诸葛亮评定了南中 怎么说的 出事表里讲了 说近南方已定 兵家已俗 当蒋帅三军 北定中原 竖节奴顿 嚷出奸凶 兴富汉士 还于旧都 诸葛亮当时很激动 但是这成汉呢 这时候不行 还于旧都呢 快算了吧 自己的事都折腾不清了 怎么呢 李雄自己出事了 这李雄要再活个二三十年 可能还真能北伐 但是呢 就在下一年 公元334年 雄生羊于头 这头顶上长得个毒疮 皮肤溃烂 那时候这病吧 他是治不了 很快 李雄就病故了 他死之后 把皇位传给了太子李班 这李班啊 其实不是李雄的儿子 那干嘛立他为太子呢 李雄没儿子吗 有 十号几个呢 挺多 那怎么立了这李班当太子呢 李班啊 是李雄的哥哥 李荡的儿子 为啥立他呢 当时李雄说的明白 说 镇本不惜帝王之业也 哎 我呀 这没打算当皇帝 本之姬业 共有先帝 无兄敌统 披坐所归 这帝王啊 姬业都是我爹 李特打下来的 那按说呢 下面该传给我爹的敌长子 就是我哥哥李荡 可是呢 这机缘巧合 我爹 我哥 这都去世 不在了 于是呢 我危难时刻 顶上了 那后来呢 还得还给我哥啊 可是你看这么多年战乱 我哥的儿子 像是李涵啊 李志啊 相继战死了 我就觉得挺对不住我哥 哎 好在呢 他还有儿子 就这李班 人李班啊 又确实是个人才 办资性人校 好学速成 必为名气 所以就立他为太子 当时啊 好多大臣都反对 说这毕竟不是您的亲儿子 这将来权力交接啊 有可能出乱子 李兄呢 坚决就立这李班 而且李兄人看的挺准 这李班啊 确实不错 你看这李兄啊 晚年的时候 不是头顶长了毒疮吗 病倒在床上 李班呢 昼夜失策 哎 干脆也不回家了 一早一晚 就在这伺候病号 伺候他叔叔 李兄呢 少数攻占 多批伤 以甚势极慎 李兄身上 你想打仗几十年 身上有不少伤痕 这时候啊 这头上长疮 这些伤口也都溃烂了 痕皆浓溃 伤口都流浓 那怎么办 这李兄 李班伺候他 半为顺浓 疏无难色 一点都没犹豫 用嘴帮疏 我息弄 有人说啊 这李班 这就是装的啊 为了让李兄 把皇位传给他 你说是不是真心的呢 咱今天也没法考证 但是呢 有对比 李兄那不是 还十几个亲儿子呢吗 这些人啊 勿而远之 一看我爹 这李老远的味儿啊 能有多远多多远 但是李班 一直伺候着叔叔 晚年把叔叔给送走了 于是呢 一直到玉衡24年 就是公元334年 李兄去世 太子李班继位 这个宅心仁厚的李班 在那个战乱频发的年代 要带领之城汉走向何方呢 咱们下回 接着说